作詞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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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代表香港會令自己多了一份責任感 多了一份想再做好些 再容功些的心態 壓力一定會有 所以我會覺得自己要給更加多的心機 還有要花費更加多的專心和精神去準備這場比賽 我感覺才會好像對得起大家的期望 始終去到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對陣的 都是一些世界級的選手 以前我的心態是想練好些 想做好些 現在多了一份心態就是見言思齊 在想我的對手 世界級的選手怎樣練習 我不是說有甚麼成績 我希望可以接觸到更多的其他國家的選手 去看他們的表演 我也很希望趁這次機會 可以在籌備這個比賽期間 不論是未來有機會去的集訓 還有到時當騎士落場的時候 有機會跟他們交流一下 聊聊天 甚至乎看到他們的表演 我都已經覺得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在比賽或者在自己重視想做好的事 覺得緊張或者有壓力 是一件正常的事 首先不要要魔化或者覺得他是敵人 知道自己有壓力或者緊張 然後盡可能就平復 有些練習 例如深呼吸 或者一些我自己來說 我可能會做一些禪修 可能留意自己的呼吸 去覺察自己的情緒 感受 用這些方法去調整自己的情緒 我最重要的是我落場那一刻 我要令自己很冷靜 和很進入狀態 所以我需要很長時間的溫暖 我個人的身體比較熱得慢 所以我會早了去開始自己的熱身 那個時段 可能別人需要的是半小時 可能我會再早多三個字 九個字去進行熱身 有時自己盡力去做 做自己做到的事 其他可能自己未必掌握到的事 就順其自然 就保持開放的心態 和做自己做到的事 漸漸我會有一種心態 就是一開始 無論如何都先跟了一點 看看自己的感覺再去調整 不要一開始已經認定自己落後於他們 或者實力不及他們 跟不上 那一年 那一年對我來說很痛苦的原因 就是我要從十五至十七歲 對著一些未成熟的選手 一上上去 其實那班師兄師姐 已經比你們早開始了 突然上去就很怕輸了 我覺得如果你做一個運動員 尤其是我們年紀小的 對於勝負這件事 我們可能不要那麼容易放棄 如果有時遇到一些挫折 成績不好 可能都要自己克服 這件事都是心理上的因素比較大 我們學生運動員 其中一個遇到的課題 就是要跟學業兼顧 有時可能就是你又要兼顧讀書 可能有時人際關係 或者一些又要兼顧訓練 有時你就要作出一個取捨 有些東西可能是 只不過好像種一種種子 一開始你不會一夜之間 就有一棵大樹在那裡 那你要時間 要耕耘 就是耐心 不要一時 就是沒有見到結果就容易放棄 有人說明後 你會不會走 我會不會走 我會不會走 你會不會走